這個以前講金磚四國 BRIC然後現在叫X BRICS 那這個金磚五國 他在經濟跟國這個他的這個實力上 剛才我們在休息的時候有講 他的人口佔全世界的42% 那你就知道這五個國家起來 人口就非常多 領土佔26% 對 然後再主要他的GDP 也佔了全球的這個25% 四分之一左右 所以你就知道這是一個 他實力是非常強的 這個一個他不是很嚴密的一個組織 那但是呢其實在這次俄乌戰爭裡面 你可以看到金磚五國 他的態度其實是已經非常明顯的 前不久因為那個 在聯合國曾經針對說 要求俄羅斯要從烏克蘭撤兵有沒有 就是要有一個投票 當時中國投下棄權票 還有誰投下棄權票呢 南非投下棄權票 印度投下棄權票 當時巴西是同意票 那可是你這個可以看出來 你在這樣的一個狀況就是 投棄權票 事實上就有一點選邊站的意思 就是我不要跟著你們 一起去投下這個同意票 那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期間點 也就是他們在舉行這樣一個 金磚五國的會議 雖然是線上然後把這個普丁能夠讓他在這樣的一個國際信運會議上面露臉 那當然有一個解讀就是說 看起來普丁並沒有被整個的世界舞臺完全的逐出去 那看起來他是有一些舞臺他可以站上去 而且我覺得剛才你看習大大講話 那習大大講話其實非常明顯 他就是要挺俄羅斯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這個國際情勢的一個禁核的狀況 也就是在大家對抗俄羅斯的這個狀況 不管是經濟的制裁 還有在國際上的制裁 那大家都會認為說 他是不是繼續的非常緊密 說實在 在尤其當拜登上來 因為那時候川普跟這個歐洲幾個盟國都搞得那個什麼那個 他們教訓搞得非常非常差 真正團結歐洲 讓他跟美國在一起的 不是拜登 不是美國 而是普丁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掀起這場戰爭之後 這些歐洲國家就立刻團結起來 覺得呢說我們今天還是要對抗俄羅斯 但是我們剛才講 不管是經濟上的因素 或者是通貨膨脹的因素 這樣的整個的團結還能夠持續多久 那比如說剛才講說 是不是有這個烏克蘭疲勞 那這裡面其實包括 要不要對 俄羅斯經濟制裁完全 不買他的油 完全不買他的天然氣 在歐洲國家 也是有很多的雜音的 其實剛才講 那義大利 義大利本來也不大願意呀 那裡面還有修亞利 修亞利從歐到尾都說我根本不甩你們歐洲這些 我就是要跟他繼續的往來 所以這樣的一個 對抗俄羅斯 不管是抗俄羅斯 也好或者在經濟上制裁也好 他能夠走多長 我覺得還是要取決於未來整個大家能夠抵抗 不管是通膨也好 或者你的經濟衰退也好 到底能夠抵抗國際 我覺得簡單補充一下 我覺得無論是我們討論的金鑽 無論是我們討論的這個北約 甚至討論的這個這個歐盟等等 我覺得現在世界其實很明顯的一個趨勢就正在兩極化 其實我們看到這一次的在金鑽這個五國裡面其實其中大概只有南非應該是可以稱為這個完全所謂的自由民主的國家嘛對不對 那其他幾個包括有強人政治包括集權政治等等等等 那其實包括我們現在看到北約也在擴展那當然這金鑽國也在擴展當中 所以其實我覺得世界這個兩極化的這趨勢只會往下走而已 所以這對我們來說應該都是一個警惕了 另外就是說你可以看得出來說什麼民主國家跟非民主國家的差別 民主國家遇到選舉就很麻煩 俄羅斯雖然也有選舉但是看起來普丁要連任沒什麼問題啊 他可以做到2035年了 所以他不在乎你啊 但是這些民主國家每一個都要選舉啊 民主國家有民主國家優勢 他自由啊民主啊開放啊等等啊 人民比較喜歡這樣的制度 但是呢遇到這種衝突的時候呢 他的缺點就顯示出來 他的弱勢不利點就顯示出來 我記得以前還在蘇聯時代的時候 每次從小就聽到蘇聯外長葛洛米克 天啊他十幾二十年葛洛米克 美國那個國務卿不知道換多少人了 他一致嘛我要蘇聯我要幹嘛我就幹嘛 但是那個體制崩潰那是後來的事情 就是說當當就是說你在 他要選舉他就要考慮我民調啊 要考慮到民意啊考慮媒體的反應啊 這個就很多事就捉進劍走 開啟小鈴鐺喔